哈喽大家好,我是汪哥,今天我们来看一部奇幻喜剧 爱顿是百老汇的当红歌星,这天好闺蜜海伦带着男友爱妮登门拜访 爱顿对着爱妮搔手弄姿,爱妮很快便迷上了风情万种的爱顿,并和她组成了家庭 海伦则伤心过度自暴自弃了七年,变成了一个邋遢的老肥婆 还得了严重的精神病,但爱顿和爱妮的婚姻也随着爱顿的年老色衰陷入了危机 夫妻俩去到一个宴会,却发现了容光焕发的海伦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海伦居然纤细如初,爱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海伦趁她不在,上门勾搭爱妮,花心老公很快就被海伦重新俘获 连爱顿包养的小白脸都嫌弃她年纪大 爱顿崩溃的在雨夜里,开车飞奔,她去到一间魔法城堡 城堡主人给了她一瓶魔法美容液 原本爱顿嫌弃美容液太过昂贵,正准备拍拍屁股走人时 城堡主人取出一管液体,滴在她的手上 皱巴巴的皮肤立马变得光滑 这么神奇的东西,爱顿怎么会错过 她立马喝下一整瓶美容液 臀部紧了,胸也挺了,整个人年轻了几十岁 而让她没有想到的是,丈夫正和海伦密谋如何下药害死她 然后伪装成意外,骗取保险 爱顿容光焕发地回到家中 她已经看不上丈夫这个老男人 言辞激烈间,丈夫掐住了她的脖子 将她逼到了楼梯口 当她回过神来放手时 爱顿因为站不稳向丈夫求救 丈夫将计就计,将她推下了楼 爱顿一路滚啊滚,滚成了这个姿势 丈夫赶紧打电话给海伦 就在海伦叫她处理尸体时 爱顿却从地上爬了起来 但她的头和身体却嫁结错位 丈夫看着这幅恐怖的景象惊慌失措 丈夫带着她去到医院 可是医生怎么都听不到她的心跳 这种反自然的现象将医生吓得晕了过去 丈夫却觉得这是一种天意 预示着爱顿命不该绝 他们应该在一起 于是她重新回到了爱顿的身边 并用自己的整形技术修复了爱顿的脖子 这时海伦却跑到家中 并无意间让爱顿得知了他们密谋的事 爱顿一枪将海伦轰进了鱼池 就在爱顿和丈夫准备处理尸体时 海伦顶着肚子上的大窟窿站了起来 原来海伦和爱顿一样喝了魔法美容液 获得了不死之身 海伦刚站起来就给了爱顿一铲子 爱顿刚修好的脖子软啪啪地搭了下去 再也承受不住头部的重量 只能用手提着头发 两个女人打着打着竟然坐了下来 他们为伤害彼此而道歉 果然女人心还抵真啊 前一秒还在你死我活的 后一秒竟然就和好如初 两人考虑到他们身体的特殊性 为了让老公爱妮留下帮他们修理 他们决定骗她喝下美容液 结果爱妮太激动了将美容液全部撒掉了 他们只好将她敲晕带去了夜间城堡 城堡主人又顾忌重施 让爱妮见识到了美容液的神奇 爱妮却因为不想长生不老而拒绝了 此时喝了美容液的爱顿和爱伦两人开始掉皮 他们必须找到爱妮为自己修理皮肤 但爱妮很快就离开了人世 两人也变成了苍老的怪物 只有带着黑色头纱才敢出门 最后两人从教堂的楼梯摔下去 身体变得支离破碎 虚荣的追求最终迎来了恶果 所以啊 当你一味地在意外界的看法时 也请认清和接受最真实的自己 好了 如果喜欢就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再见 明天 你 中文字幕——YK